咱们刚才讲完了第一阶段数据制作 以及咱们的网络该怎么样进行训练 那么咱们下面就来看一看咱们第二阶段 还有第三阶段咱们的数据该怎么样去制作 有了咱们第一阶段基础 其实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数据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容易了 那么咱们接着来看一看 我还是画图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事 就是说咱们第一阶段不是一个从全局去训练 这么一个关键点检测任务吗 那么在这个第二还有第三阶段 咱们就要针对每个点分别展开一个微调操作 那么比如说这里还是咱们这几个点吧 比如说两个眼睛两个嘴角 画个眉毛吧 两个眼睛一个鼻子还有这么一个两个嘴角 然后呢比如说咱们现在想对这个左眼睛进行一个微调操作 那么咱们现在手里有什么 咱们现在手里是不是有这么一个label数据啊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准确的知道你这个左眼睛在什么位置 右眼睛在什么位置 这些呢都是咱们从label啊 也就是那个tit文件里读出来的 那么下面啊咱们就可以对这个label文件 比如说我们从label文件里啊 找出来这么一个眼睛点 它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咱们可以再对这个位置啊 取它的一个patch 也就是说在这个点周围啊 咱们取一部分的区域 那么我们看代码里啊 咱们的代码里啊 我们看啊这块有一个0.16 还有一个0.18 我们看啊这些值啊都是0.16啊 要么是0.16 要么是0.18 也就是说呢这里啊咱们取两部分值啊 然后呢这个值什么意思啊 我们看啊这是一个h 这是一个w 那么对于这个左眼睛咱们该怎么取啊 我们取A 对于这个点来说 我们向右边取一个 咱们拿0.16来说 右边取一个0 我们在这写吧 对这个点来说 向右取一个0.16w 那么向左呢 再取一个0.16w 再向上呢 再取一个0.16xh 再向下呢 再取一个0.16xh 也就是说啊 咱们通过了这个0.16a 让它组成一个piding啊 就是说 piding呢就是咱们要填充一部分区域啊 咱们是通过这4个0.16 4个0.16来组成的这么一个小区域 也就是说呢 对于啊每一个关键点 咱们从这个label数据当中啊 读出来了 它准确的位置在哪 然后呢 对于这个准确的位置啊 咱们取了它啊周围的一小部分 那么对于这个周围一小部分啊 具体是多少 咱们是由这样的值来指定的 比如说呢 0.16就代表着 哎我左边取0.16 右边取0.16 右边取0.16 上面和下面都是取0.16 那么0.18呢 就是说相对啊 比0.16取的多一些 那么在咱们的代码里啊 咱们是取了两部分 就是说看这里啊 就是前面是一个index啊 前面两个index为0啊 都代表着咱们是对啊 一个坐标 比如说这里啊 有个l11 还有一个l12 l11呢 代表着左眼睛取的第一个小部分区域 l12呢 代表着咱们这个左眼睛取的第二个小区域 其实来说啊 就是说咱们取了两种区域啊 一种区域是0.16啊 为一个piding 另一种呢 是以0.18啊 为一个piding 也就是说啊 0.16的稍微小那么一些 0.18的稍微大那么一些 那么下面啊 咱们就来看一下 咱们的代码是怎么样进行生成的 嗯 其实啊 这个代码生成的过程啊 跟咱们之前讲 这个第一阶段 差不太多啊 就是说重复的部分啊 咱们就 稍微的说一说 咱们就略过了 首先啊 咱们还看啊 还是从这个 get data from TST 咱们还是要从这个 label数据啊 把咱们的 我靠啊 label数据已经关了 咱们就不看了 还是要从那个 label数据啊 把咱们需要的信息 给读出来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啊 需要那个 图像的路径 以及呢 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也记不清了 咱们最后返回的啊 是一个图像的路径 以及呢 咱们这个人脸的一个 bbox 还有啊 咱们的这个landmark 也就是咱们的 这个给定的 五个关键点的 一个label值 那么对于这些东西啊 咱们是先从这个 TIT当中读出来的 那么返回啊 是一个data 然后呢 下面 下面咱们就 一步一步看吧 那么就是说啊 这个data里边啊 它是装了这三部分 那么对于这三部分啊 这个train data 这个train data 以后咱们要做成 一种字典的格式啊 往下面看 咱们就知道 这个train data里边啊 咱们要往里装什么东西 还是少套路啊 还是咱们先从这个路径啊 把咱们的这个 灰度图读进来 然后呢 读进来之后啊 咱们这里 唯一不同的 就是说 咱们做了一个 random的操作啊 给大家画一下吧 这个这个 这个人脸 画的好诡异啊 这个random操作啊 就是说 不是说 咱们的 这个tit的啊 给定了 咱们这个label值吗 那么为了啊 咱们取这个框啊 不至于说 每一个图像啊 都取这个框 取得那么相似 咱们啊 做一些随机性的改变 那么比如说啊 这五个框啊 相对来说 就是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还有两个嘴 比如说啊 对于左眼睛 咱们取这个框的时候啊 咱们可以啊 对它进行一些随机的改变 比如说 诶 正常label值啊 它取出来框 可能这样是的 我们可以呢 对这个框啊 稍微的做一点点的形变啊 这里注意点 注意点 就是说 咱们只做这么一丁点的 稍微的形变 那么这个形变啊 是一个随机取的啊 咱们要保证 这样一个随机的范围 也就是说 对于左眼睛 是这样随机取一个 这么一个框 周围的小范围 对于右眼睛 还有鼻子 以及两个嘴角呢 都是这么随机的 取一个小范围 取这么一个随机小范围啊 就是说 让咱们的结果 更具一般性 可能说呢 咱们啊 就是说 结果完全按照 这个label值来啊 可能会出现一些 过拟盒的现象 咱们啊 为了能够消除 这些过拟盒的现象 在咱们测试数据上 表现的更好的话 咱们需要啊 对这个框 做一些随机的改变 让咱们的可能性 更多一些 那么这个代码啊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个代码 就是在这里体现的 就是说 咱们要对咱们的 这个框啊 进行一个随机的改变 对这个框啊 进行随机改变 咱们通过代码来看一下 我们读进去 在这里 我们看了 这是在哪里 叫做random shift 应该在上面 我们找一下 get data from get batch process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utiles里边的 啊 这呢 random shift 我们看 对于这个 random shift的 这个函数啊 首先咱们是构造了 一个随机的矩阵啊 np.random.rand 就是说 构造出来啊 一个都是啊 整数的随机 随机矩阵 然后呢 这些矩阵啊 它的一个大小 是五行两点的 咱们先构造出来了 这样一个矩阵 也就是说 咱们一会儿 通过这个矩阵 要对这么十个点 也就是说十个啊 十个X和Y组成的 这个矩阵 做一系列的变化 嗯 咱们还是啊 我觉得还是通过 这个debug来看一遍吧 debug看一遍 应该可能会更清楚一些 我先找到这个位置啊 random shift 咱们来debug看一遍吧 这已经有点卡了 这个电脑已经开了一天了 好 咱们直接读进去啊 我们看啊 咱们现在是随机的啊 就是说到这里 random shift位置啊 argument啊 咱们这里啊 先看啊 就是说 我这里啊 有一个n等于2 n等于2的意思呢 就是说 嗯 咱们要做两种啊 随其的变换啊 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 对应着 对应着这里啊 就是说 咱们不是有0.16 还有0.18 这两种吗 所以说啊 咱们在这里啊 也要做两种的变换 我们这里啊 让n等于2 我们看啊 对于每一种来说 我们传进来什么 我们首先传进来的是 是一个coron的处子 就是说 给定了label值啊 它一个具体值 是什么值 然后呢 还有shift的因子 shift的因子啊 就是说 咱们一会儿啊 要做多大的改变 咱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random shift的函数 那么在这个random shift的函数里啊 首先 咱们先构造出来一个差异矩阵 那么这个差异矩阵啊 它的值都是从0到1之间的啊 这个东西啊 是随机做出来的 然后呢 咱们让这个随机的矩阵啊 乘上咱们的一个随机变化的因子 那么咱们得到一个变化的矩阵 咱们就让咱们真正的 这个coron的处子 再加上这个变化矩阵 也就是说 对咱们的矩阵啊 近在x手上和y手上 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平移啊 就是说 完成了这么一个事啊 random shift的这么一件事啊 我们看啊 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二次 因为n等于2 所以说 咱们做了两次 那么做了两次之后呢 咱们就返回了 这样一个landmarks啊 咱们现在有两种landmarks啊 一种是对应于n等于1的 一种是对应于n等于2的啊 咱们接着来往下看 然后啊 咱们一步一步往下调 然后呢 就是说啊 对于这两种landmarks吗 我们对这两种landmarks啊 分别做一些 嗯 就是说 我们来往下看吧 分别 我们看这个types是什么 大家记住啊 这个types就是咱们写的这个东西 我们这个东西里啊 我们说这个0 这一列是index 这一列呢 是name啊 第三列是一个pading 我们来往下看啊 对于咱们的index name还有pading 因这个types里边 咱们啊 要取这个patch了 那么下面啊 咱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呢 咱们怎么来取这个patch啊 咱们是按照 就是说 嗯 按照这个pading 我们看啊 现在pading是等于0.16的 咱们进这个getpatch函数里 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getpatch函数里啊 其实 嗯 现在啊 做的操作比较多 大家可能看着比较乱 我就给大家来说一下 咱们做了些什么事啊 其实啊 就是做了一件 我刚才给大家画的这么一件事 对于这个点 我上面取这么0.16 左边取0.16 右边也取0.16 然后最终呢 把这个方框做出来了 咱们就把这个方框啊 返回回来就好了 那么其实啊 这些代码就是做了 刚才我说的那件事 可能啊 看着比较复杂 这里啊 又定义x 又定义left 又定义top 又定义bottle 其实啊 咱们来看 就是说 对于左边 咱们往左右移一些 对于右边 咱们往右移一些 对于上面呢 咱们再往上移一些 对于下面 咱们再往下移一些 是吧 就是说通过啊 这样四个操作 咱们把这个框 给它确定出来了 就是说从一个点 扩充出来一个框 咱们是通过这个piding 来指定咱们扩充的大小 那么最后呢 咱们把这个patch啊 给它返回回去啊 就可以了 现在啊 咱们得到了这个patch 以及呢 有一个patchbox 这个patchbox啊 刚才忘说了 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patchbox什么 这个patchbox啊 其实就是说 我把咱们这个patch的 左边右边 以及上面和下边 这四个点啊 做成了一个bbox的 一个类是吧 通过这个类啊 给它封装起来了 那么封装完之后啊 它就有一个xy 有一个wh 对于咱们这个patch啊 其实这个patch 相当于一个框是吧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框的一个其实点 以及它的一个 以及它的一个宽 还有一个长度啊 就是说这里啊 咱们可以用一个bbox 这个类啊 来做这么一件事 好 咱们接着来看 接着来啊 咱们做了些什么事 接着来就是说 咱们现在啊 已经能找到这个patch了 咱们要对这个patch啊 做一个resize的操作 我们看 对patch 现在咱们用这个cv2 resize resize成了一个15 乘以15的大小 咱们之前啊 是对那个全局 哎 就是说那个人脸啊 就是不是人脸 就是说 咱们采好的那个东西啊 咱们之前是把这个全局的东西啊 resize成了一个39 乘以39大小的啊 因为咱们之前东西啊 比较大 那么现在呢 咱们是取这么一个pating块 所以说啊 咱们要对这个patch啊 进行一点小resize啊 在这里啊 我把它设置成了一个15乘以15的 那么对应代码里啊 咱们就给它resize成一个15乘以15大小的 然后啊 跟咱们之前一样 为了满足卡费的要求啊 咱们先resize成一个1乘15乘15的 那么后面啊 其实也是一样的 后面啊 咱们之前给大家说过了 就是说 嗯 当咱们啊 对这个图像做一些操作的时候啊 咱们也要对这个label值啊 做相应的操作 那么看这里啊 这里就是有一个reproject 还有一个project 咱们分别来看一下这两个函数啊 做了一些什么事 这个reproject啊 我们看它是什么 它是不是说把你这个点呢 给它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位置 我们看 这里传进来一个point 这个point是什么 这个point就是说 相对于咱们这个人点框的一个差异 我们看 把它相对于人点框 x的差异乘上宽 再加上它一个起始位置 是不是就是得到它一个实际的位置了 然后呢 对于y值来说也是一样 对y值啊 咱们也进行一个还原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reproject这个函数啊 就是说 要对咱们这个point 也就是它相对位置 还原成绝对位置 那么我们看 还有一个project project什么意思啊 project啊 我们来看啊 这呢project project的意思啊 就是说 我们把一个真实的位置啊 给它做成一个相对的位置 怎么做成相对位置啊 减去咱们框的一个x 再减去一个框 起始点的y 再除上框的w 再除上框的h啊 这样就是分别完成了 对咱们x坐标和y坐标啊 给它转换成相对框的一个位置啊 就是说 这里啊 这两个函数啊 就是说 完成了一个 咱们由相对坐标 绝对坐标 转换成相对坐标 这么一个事儿 其实啊 这个事儿跟咱们说的那个第一阶段是一样的 咱们啊 不管是在哪个阶段 咱们啊 都要对这个框和图像啊 让它们保持一致性 好 那么咱们啊 接着来看 我们来看 这一步啊 咱们是不是完成了取派齿这个操作啊 咱们取完派齿了之后啊 咱们想 咱们现在啊 是不是要取五种派齿啊 那么咱们啊 就要对这五种派齿啊 分别进行一个 做把分 把这五种派齿啊 分别保存在一个字典的结构里啊 咱们直接来看这儿吧 上把就是说 循环里啊 其实咱们说一遍啊 就差不多了 每一次循环啊 其实都做了这么一件事儿 咱们来看 接着来往下看看这块 这块时候啊 现在可能比较卡 咱们等它运行的时候啊 咱们就接着来说这个事儿啊 我们来看 现在做一件什么事儿 接下来啊 就是说 其实呢 咱们这个train data 它是一个字典的结构 对于这个name来说啊 就是说 咱们要在这个字典里啊 存放很多种类型 我们看 有左眼睛的 有右眼睛的 有鼻子的 还有左嘴巴 右嘴巴 是吧 然后呢 咱们把它们都存在一个 这样的一个字典的结构里 然后呢 咱们啊 通过这样字典的结构 去调这个 咱们想要的数据 我们看 假设说 咱们想调这个patches 我们就是通过 这个名字 以及呢 这个pading 通过这个名字和pading 其实啊 这里咱们已经不用pading这个项了 pading这个项 是咱们做这个patch的时候用的 那么这时候啊 咱们在想拿数据 刚才这一步啊 是说 咱们怎么样 往这个字典里放数据 当咱们啊 通过上面这个循环 往这个字典里啊 把各自的这个patch啊 都放好了 再给大家来 画一下吧 可能大家啊 对这个东西 呃 就是说啊 咱们接着来说一下 咱们字典什么 这个train data 这个train data啊 它是一个字典的结构 首先呢 它第一层啊 就是说 咱们来看 对应咱们代码来说 它第一层装什么 它第一层装的是一个名字 哎呀 这怎么 这么费率的 第一层装的是个名字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啊 不是有五种patch吗 是吧 每种patch啊 它有0.16 还有0.18 那么也就是说呢 咱们名字啊 是有十种的 对于五个点来说 一种啊 有十种名字 是吧 比如说对于左眼来说 它有L1 以及呢 L1 然后呢 在每一个L1啊 和L1 里边 它还有东西 那么L1里装什么 L1里啊 它还装的 我们来看 对应于咱们代码来说 L1里啊 一部分装的是这个patches 也就是说 咱们裁下来的数据 那么另一部分呢 是装的一个landmarks 也就是说一个data 和一个label 那么下面啊 就是说 咱们通过 上面那个循环 把这个字典结构啊 先做好 对于字典结构里啊 每一个名字里边 刚该放什么patch 该放什么label 给它装进去 那么下面呢 咱们啊 在下面这个 复循环里 咱们就要来取了 就是说 对于每一个名字 每一种pading 咱们都要取一下 那么取完之后呢 咱们来看 取完之后啊 咱们对这个patches 做一个process操作 那么这个process啊 咱们来看 这个process的操作 其实跟imagine啊 不是跟这个level1啊 咱们第一阶段是一样的 也是减去一个均值 再除上这么一个方差啊 就是说 也是做这么一个 预处理的操作 哎呀 我看现在到哪了 这个光标 然后呢 这个做完预处理之后啊 咱们还是要做上一个suffer 做完suffer之后呢 这个可以停了 咱们也不debug了 做完了这个suffer之后啊 咱们现在是不是就说 已经有这些patch了 每个patch都已经和 每个patch label对应上了 那么下面啊 咱们就对这五种patch啊 不是五种patch 一共是十种patch 大家记住啊 现在咱们有十种patch 因为啊 咱们的taps里边有十种 对于五个点来说 这五个点啊 咱们分别做了两种patch 所以说呢 咱们最后啊 得到了十种patch 那么对于这十种patch 咱们分别要做这么一个 对于它们分别去做 这么一个HDF 的文件 那么在这里啊 我们看 就是说啊 这个full循环里 咱们啊 一边是把这个patch 还有咱们的label取出来 一边呢 就是对取出来的这个patch啊 还有这个landmark 给它做成一种 HDF的格式啊 咱们分别要做 这么两件事 好 那么下面啊 咱们就来运行一下 这个代码 我们看 其实代码啊 咱们命函数有两种 不是有两种 命函数啊 其实只有两行 第一行不算的话 第一步啊 咱们是要产生一个 train的data 那么第二步呢 咱们是产生一个tetherdata 咱们实际的运行一下 来看一看 这是刚才运行结果 咱们先给它删掉 咱们通过 咱们代码啊 来实际的运行一下 再来看一下 我们看现在是只有第一阶段的 是吧 第一阶段是咱们之前运行过的 咱们现在再来运行一下 这个第二阶段 其实啊 就是说 咱们这个第二阶段 没有什么太大难的事 只是说呢 在这里啊 咱们对每一个点 我们看这是每一个点 对每一个点呢 选择了两种piding的方法 一种呢 是这种0.16 一种呢 是0.18 咱们只是啊 对每一个点 做两种不同的小框 然后呢 对这个框里的这个点 咱们要做一个微调 也就是说 再给大家画一下吧 第一阶段 不是咱们全局的去预测点吗 那么第二阶段 就是说 每一个点 拿出这个小pitch了 这个小pitch里呢 咱们有一个label给定的值 告诉啊 在这个pitch里 相对这个pitch啊 它的一个长宽 它的一个位置是在哪 那么咱们啊 就想预测出来 相对这个小pitch 咱们想得到 它的一个预测值 咱们啊 就是让这个预测值 跟咱们的实际值啊 越接近越好 其实啊 还是跟第一阶段是一样的 只不过说呢 咱们第二阶段 是分pitch进行了啊 每一个点 做成两个pitch 咱们啊 一共取了十个pitch 来完成这么一件事 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现在这个 已经是在做这个 training data了 然后l1 l2 还有rer啊 分别来做 咱们这个 我们看啊 现在这是已经快做完了 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做了好多种 HDF文件 是吧 那么咱们来想一想 咱们现在啊 做了这么多 HDF的文件啊 是不是说 咱们一会儿啊 第一个一个训练呢 那么咱们来想一下 咱们要一个一个的 这么训练呢 麻不麻烦 很麻烦是吧 咱们之前给大家演示了 什么训练 咱们演示了一个 全举的训练 全举的训练呢 咱们对于卡费来说啊 咱们需要三个文件啊 一个是 咱们训练的脚本 就是说这个点 春点SH 咱们也可以直接通过 命令号来训练 一个呢 就是咱们一个sore文件 还有一个网络配置文件 咱们来想 现在 咱们现在是不是有十种了 对于这十种来说啊 是不是说 每一种 咱们都要写 这么三个文件 或者说 最少你得写两个文件 那么写这两个文件 每一种写两个文件 每一种写两个文件 麻不麻烦 肯定很麻烦 是吧 一会儿啊 咱们还有解决一个事 就是说 咱们怎么样 去写这个网络配置文件 一会儿会给大家说 好 那么这东西已经OK了 就是说 把咱们的数据啊 都给产生完了 这是咱们的第二阶段 那么咱们再来看第三阶段 其实啊 这个第三阶段呢 跟第二阶段 是一模一样的啊 没有任何的差异 只不过说呢 咱们这个拍定像啊 做的更小一些了 咱们之前啊 是0.16 0.18 那么对于第三阶段 咱们希望 在一个更小的范围上 进行一个微调 所以说呢 在这个第三阶段啊 咱们选择了 0.11和0.12 做这个微调 咱们啊 其实代码啊 咱们就不看了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咱们啊 运行一下就OK了 跟第二阶段 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啊 咱们的前面啊 这个0.11和0.12不一样 这是啊 咱们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呢 也是要做 这么一个微调的操作 只不过说啊 它微调的是在 咱们选出来 更小的一个派置了 在更小的派置上 进行一个微调 那么到这里啊 就是说给大家啊 把这个数据源的制作 咱们三个阶段 数据源制作 都给大家讲完了啊 咱们是用一种 HDF5的格式 也就是说呢 咱们啊 是用一种回归的格式 来做这个数据源 HDF5啊 是专门来解决 这种多类伯问题的 大家以后啊 遇到多类伯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你做一些 属性的预测呀 做一些啊 就是说像坐标的预测啊 都可以使用这种 HDF5的格式啊 这种格式啊 其实啊 咱们从代码来看啊 嗯 其实并不难 只不过说呢 你要把数据和label 给定好 然后呢 咱们啊 通过这么三号代码 就可以把这个 HDF5的数据啊 给它做好 通过咱们这个 HD H5PY这个包 那么咱们来看 哎 现在啊 就是说这里啊 咱们的文件夹 已经很多了 对吧 我们看啊 这是一开头的是 咱们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 咱们只有三个文件夹 那么第二阶段有十个 第三阶段还有十个 那么咱们一会儿啊 就是要对 对所有的阶段 都去做这个 网络的配置文件 然后呢 咱们要对每一个 这样的 是不是 每一个 它都有一个 HDF5的数据源 都有一个 Test的 有一个Train 对于这个RE1 哎 就是说咱们刚才不是说 做了那么十个patch吗 每一个点 做了两个patch 那么对于每一个点来说啊 咱们都要分别的 去训练这样的网络啊 也就是说 咱们接下来啊 要训练很多很多网络啊 下面有咱们痛苦的时候了 对于这么些东西啊 咱们一共算 这是三个网络 这是第二阶段 十个网络 第三阶段 十个网络 咱们啊 一共要训练 23个网络 那么下一课啊 咱们就来说一说 这个网络啊 该怎么训练 那么关于啊 这个数据源的制作 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咱们就先给大家看一遍